十二年前 一部红遍大江南北的樊出格格 让一个古龙金怪 快乐无敌的小燕子 一飞冲天 十二年间 长城内外海峡两岸 甚至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 从此刻下一个传奇的名字 战飞 我如果演到紫薇 说不定现在坐在你面前 那完全是另外一个气质美女了 对对对 十二年里 她历经风光无限 一冲破伤透与彷徨的围城 就像我自己也会成长的过程中 碰到很多事情 但我也不能选择对着公众 去哭哭啼啼 对对 如果说人生是一场戏 那么十二年的时光 足以成就一部 关于其女子赵薇的 低档起伏的演绎传奇 我娘都叫我 2009年 赵薇批柔装 直肠剑 走进电影花木兰 她纵从于千军万马 奔吐在大漠烟垂 用水与火的激情 重塑古代金国英雄 花木兰 我觉得我对演花木兰比对演我 这才兴趣而大 赵薇与花木兰 两个传奇女子 一场岁月与时空的秘密交汇 历史以如此巧合的方式 将一份共有的率性赤诚的 女子情怀和顽强不屈的 生命追求 令你心动的带到了我们的面前 其实到演的花木兰的时候 我更会感觉到 这12年对我的帮助 2009年 一个浓郁温世的人秋 赵薇重回新梦启航的地方 作客湖南美式背后的故事 笑谈冲拍樊竹格格的趣事 以及她的爱情婚恋之谜 婚姻一点都不另类 简直是中国式婚姻 挥手12年 那些穿行与超越的心悦 以及一路风发浮流的照须 时光无悔 岁月又起 共因 以一种故事的方式 将一个如此传奇而美丽的女子 执着不感的 带到我们面前 看心眼前的 关注背后的 欢迎您跟中国哲学者一起 谢谢大家